單排上都要 哎呦哎呦我幹你很多人哦 這人在幹嘛這人在幹嘛 他爬過來斷線欸 爬過來斷線 wtf 欸哇哇哇哇 怎麼了 怎麼了 幹 怎麼了 怎麼了 蛤 他爬牆爬到斷線是怎樣 翻牆斷線 靠你們不要我沒有在影射中國人 別靠北 呵呵呵 靠北 王者峽谷這個43分鐘感覺不太對勁哦 他等一下就會變成 暴風點 我覺得我覺得有點 有點那個 頹廢你知道嗎 大大小小的事情 太疲憊了 你知道嗎 然後昨天想想 好想去那個台北 然後有一間那個房子 然後不用繳房租 小小一間就好 有床有廁所 然後有 有電腦桌這樣就好 然後就寄一個在台北爽 這樣然後不用工作 不用工作 然後每個月有三萬五十棟路障 嘿嘿嘿嘿嘿 好想試試看跟無尾打牌尾 那你知道有沒有幹嘛被蹲著 蹲在那邊一輩子這樣 我 不太跟不認識的人打積分啊 不然 他說吵架 吵架 呵呵 這遊戲人都會吵架 有沒有知道嗎 Apex Apex 好架模擬器這樣子 大師人也賺宅 沒有沒有 你可能只是十二技被真空而已 不一定是 因為你 你其實只要改回八九技那樣 大家都沒什麼話 因為八九技會上抓啊 我那時候跟阿火在打的時候 八九十技不好爬 因為都抓還蠻兇的 沒人就上抓了 沒有而且鎖区 十一技十二技鎖区 所以 楊老爺在幹嘛啊 好醜 我覺得保底 大家都說要把保底拔掉 他們都忘記這遊戲有一次牌要六十個人 並不是這遊戲一次牌只要十個人 你知道嗎 他們都忘記這遊戲要有六十個人啦 我操 你失去保底的狀況下來沒有人要打啊 你懂事啊 我打到我就放著 變成說他會變成那個死水啊 對啊 你如果不保底 根本沒有人要玩這遊戲的積分 我認真的 一定要保底 這遊戲絕對要保底 這種大逃殺的一定要保底 你不保底 你沒有人要爬啊 你像你delete好了 大師不保底 幹那我告訴你啊 你一場排十五分鐘我跟你講 你現在你仔細去看那個頂獵場好了 你頂獵場他們其實也不是說每一組都頂獵 可能二十組好了 二十組只有五組是頂獵吧 然後其他十五組都是底分大師啊 啊你如果底分大師不願意打 幹那你知道會發生什麼可怕的事情嗎 他會往下抓 他會抓那個白肩上去打 拿那個白肩連連連連連連 目前看職業選手就是要官方不保底 啊不是啊你 你官方不保底的狀況下 那他們要玩屁喔 那他們就沒有要陪他們玩啊 欸幹你要想喔 我現在假設像我以前 我現在爬到七百分 然後以前一萬幾分 我一萬幾分的時候 然後假設我今天阿火 我今天要不要打一下幾分 然後阿火說好欸好欸 然後我們兩個去打幾分 然後我們兩個去打幾分 那你知道呢 然後我們兩個一上去大師底分 然後被那個職業選手幹到鑽石 我跟你講不可能 媽如果是我就不打了 對啊就直接不打阿 你知道其實對大師底分最不公平的是什麼嗎 你要打直接選手阿 不是 我們直接打那個DTN 欸有了我後面有人 我拉個電 就是 我覺得拔保底 這遊戲會毀掉啦 不可以拔保底 阿對我來講是沒差 一定會有人說什麼 我是底分大師 沒有我不是底分大師 所以我也沒差 就算我說大師都要賺1 還是瞬間就回來了 知道嗎 那當然這個不要保底 當然是我覺得 就是什麼事情都要為休閒玩家去想 那你知道嗎 阿如果 如果失去底分大師的保值 那會發生什麼 我就排不到人阿 我這樣更衰 我這樣就要跟他媽的可能 我要先排20分鐘 然後進去全頂列全職業選手 阿這樣對我來講公主嗎 你上一把打的人 對對對 然後每把都一樣這樣 每把都自己人 可是這樣子會更誇張 那你知道這樣會發生什麼事嗎 這樣喜分更嚴重 外掛喜分可以撞得更爽 對啊 人更少 人更少 我隨便撞看我隨便都頂列 頂列就所有都是外掛公司 不然就直接選手阿 二選一阿 你直接選手下去跟直接選手打 阿我外掛下去 我就是三組幾愛奇喜分阿 就這樣阿 反正取消保底覺得是最智障的事情阿 如果EA取消保底 我是覺得他們這樣蠻弱智的 我覺得真的是蠻弱智的 這樣我跟你講啦 大家愛打對他們來講也是爽爽度阿 你知道為什麼爽嗎 阿因為你看了他現在賣這個 我昨天已經看了大堆 再去抽人家包跟150包了 阿為什麼今天會想抽 你就會想抽 你打上大師 你覺得既有價值嗎 對不對 阿我覺得 我覺得這遊戲對我很好 欸我看我上大師了 喔我是fucking good good 我一定會花錢 那誰會靠杯 就是原本那些 像我這種0.4%的大師吧 我以前上大師的時候大師只有0.4% 賺一的時候大師是0.2% 好沒有關係 那這些人多不多 超少 那這些人會不會花錢 會 他們只是嘴巴講 大師很睡啦 那你知道嗎 我明天一樣 欸要不要打 欸晚上要不要打 一定的 一定的阿 阿所以對他們來講根本沒差阿 那我覺得大師人是多傳 也不會是壞事阿 那至於什麼新增宗師喔 我覺得新增宗師也沒有什麼屁用 第一點宗師的那個軌跡要重做 徽章要重做 然後跳斬軌跡會有4個 好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 其實本來的宗師就是萬一萬二的那種等級 或萬三阿 就是可能像我這種 然後我再 然後我再花多一點時間 跑 然後我可能打到一萬三變成宗師 然後呢 然後 然後沒有然後就這樣 就沒什麼意義 知道懂為什麼 然後 主播 我這次上大師 恭喜你 不要再記好友邀請了 各位 好吧 媽的 不要再記了 DC也是 你 我DC完全沒有關過那個隱私 你知道嗎 然後昨天有人 好幾個人都咪我說 他就說 欸主播 我加一下好友可以嗎 DC的 我說為什麼 因為這樣沒有辦法咪你 我說那你現在在幹嘛 咪你 WTF WTF 然後我的DC的那個 現在好友邀請 有206個 然後其實我根本沒有關那個隱私這樣 他們就說 欸主播沒有加你好友 沒有辦法咪你 狗屁 你說現在大學變 也不知道自己學傻 那就代表說 自己也不知道再創他小阿 然後你也沒有辦法靠你念的那個大學去工作 那到底做了什麼 那這時候就會有另外一個 那個一段火人走出來跟你講說 阿他小沒好啦 這樣這樣 這是個那個惡性循環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為自己寫一個那個 寫一個像是 檢視表 不要說檢討 檢視 你們有沒有認真的 檢視過濟的人生的前幾年在幹嘛 然後檢視一下 所以寫一下 那在這個過程中 你就可以學會所謂的 比如說 那個思思維的收納啦 一些邏輯啦 那你稍微把事情 欸想通了 那你跟別人在講話的時候 你的邏輯就比較強一點 那你為什麼有時候講話會覺得對方沒有邏輯 對於自己的事情 真理的力就已經很差了 更何況 你與他的事情更不會有邏輯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講一下吧 就之前有一個那個很愛去網咖玩的滴滴 他一直跟我講他賺一被鎖賬什麼 鎖三次鎖四次 然後後來買了帳號當大師 然後又上大師跟我講說 他在街頭上我說你是不是有買分 就被我抓包 我說你到底在幹嘛 有沒有想過你到底 就是你到底想要的是什麼 你想要的 你花了這麼多錢 這麼多時間去8591買了帳號 又買了代打 又去網咖被鎖帳號 又買 你最終的 你最終的目的 難道就只是想來我的DC 然後私訊我說 嘿無謂我在第12季也上了大師 這就是 you want 你最終想要的東西就是這個吧 就是大家可以去檢視一下 你最終想要的東西是什麼 還有的 你可能問他就是 你可能每次你問他 他就什麼都講不出來 他在那邊覺得說 好像 你好像你跟他聊天 他沒有一個 這個啦 他沒有一個自我 他感覺好像作業員 你知道嗎 好像這個人生的作業員 就是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審視一下 自己的人生中 大家在幹啥子 我覺得蠻酷的 自己幫自己寫一段這個 人生的評價 有沒有 現在寫出來的 大家 你們還聽我講話 臭 本來想去吃個飯 跟大家聊一下 這個自我檢視的一個課程 就沒有理我 我都被小吵 我現在感覺就像那個 中興大學上課老師 我怎麼對老師 觀眾都怎麼對我 我那時候在中興大學上課的時候 老師問 大家有沒有想要發表記憶件的 全部死亡 然後現在我再跟我唯一的 剩下的兩百個觀眾講 你們有沒有想要發表記憶件的 全部死亡 現世報 我最近開始喝那個檸檬水 我跟你們講 我昨天去買一個 幹 我昨天去買一個媽的 超有質感的杯子 然後買那個杯子 只要我去宜德利買 只要178元 然後他那個杯子 是個檸檬水杯 然後這在裡面 加那個冰水 加那個 然後我就買三顆檸檬 再給他這個切片 然後把他放進我的那個檸檬水 我覺得他一個大便就還蠻順暢的 只這個檸檬大概 那個檸檬大概是每兩個月要換一次 不然那水會苦到嗎 跟你的人生差不多 這時候我昨天去那個 宜德利買的那個 有沒有 幹 我覺得質感MAX 他只要178塊 然後這個這個東西幹 超有質感 然後就是每天 你喝完水 都把水加進去冰 然後這檸檬大概每兩天 都換一次個帶皮了 有沒有看到 幹 質感MAX 然後當你要喝水的時候 你就是這樣把他轉過來 然後倒入你的杯子裡面 這樣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MAX 啊幹你啦 你都鍵盤啦 我操 什麼負面工商 操 講清楚 然後冰冰的線 這是我們要 什麼業配 幫我業配一個178塊錢的水杯 要衝到小 有沒有看到幹 這個質感 看起來這個水不就很想喝嗎 那炒啥 惡你在炒啥 等我操 那如果你裡面沒有這個檸檬 有沒有看起來跟憨兒一樣 你不是要加這個檸檬 果肉我覺得甚至他媽忘記洗 就直接切了 害我他媽把裡面水全換了 然後再洗一次 那不是重點 那是不規則性的這個檸檬 有沒有 那現在這個水 幹 靠 被我裡面活下來 好沒事 好 反正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這個樣子 你喝檸檬水是為了 是為了格調 知道嗎 這完全是 這完全是不一樣的事情 你可能喝水就是為了 我要為了活下去 我口號渴 但是你喝檸檬水 純粹是逼格 逼格 懂不懂 你生活就需要逼格 你知道嗎 你生活沒逼格 你跟動物 你跟路邊那個非洲 那個什麼洋嶺 喝那個髒髒的水 有什麼兩樣 對對對 人活著就要逼格 動物跟人差最多 不是奇之精神 是逼格 你知道嗎 好嗎 OK